拥有公正无私的心 无障无碍的心 要正得如来的智慧 什么叫如来的智慧 如过去原始本来就有的东西叫如来 正得就是本来身体上 本来智慧上就有的佛性和佛心 你们有智慧吗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要自信不动 什么叫自信不动 就是要自己本性永远不变 我就是个善良的人 我就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 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讲人家不好 我就坚持 我这个人不喜欢骂人 我就坚持 我这个人不喜欢偷人家东西 我就坚持 我这个人就喜欢做善事 我就坚持 这就叫本性不动 我们小时候都碰到过 刚刚做了件好事 编上一个小朋友讽刺你一句 哎呦 不得了了 你要做模范了 你马上就不做好事了 所以我跟青年团的很多女孩子说 不要去讽刺人家 打击人家 这个会伤你和他人的悟性 你随便讲一句讽刺人家的话 一定会伤你的悟性 就像你们有些人经不起考验 师父让他做负责人 他自己经常觉得不配 没有自信 碰到一点事情 哎呀 我不是领导 我不是负责人 人家说他什么 哎呀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管 这个我不知道 这种人是属于没有自信的人 所以他的本性也是稳不住的 当然 他不会对人家造成伤害 而实际上 他是对自身造成了伤害 他伤害了他自己 如果师父今天弘法跟你们一样 不得罪人 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没有 能弘法到今天吗 我今天行得正 站得正 当仁不让 如果你今天 不敢跟徒弟在一起 弘扬佛法 不敢跟大家一起说话 看见人家躲躲闪闪的 头不敢抬 眼睛也不敢看 其实 你这是在放弃你自己的信心 放弃佛法 你就和大家有隔阁了 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信心 你就好好痛感一下 咬咬牙 我就过来了 师父一声到现在 我也经常反省自己 我做错了多少 我很后悔 我青年时 还没有完全开悟 现在才知道 我过去是什么地方来的 知道我来人间的目的 我也经常在想啊 度人很累 但要跟自己的心魔作斗争 要克服困难 无论如何 要咬咬牙 救度众生 自信不动 不是单纯叫你不说话 很多人说 自信不动 那我就不讲话了 我的心就不动了 也不是说没有行为 而是让你 日出善意 就是每天都要 有善意对人家 每一天都想想 我应该为人家做点什么 每一天都想想 我做了哪些不足的事情 每一天都想想 我是不是应该 好好地对人家 想想对儿子 想想对老公 想想对老婆 我到底做错了多少 难道我还是 要这样带着一生的惭愧 一生的怨恨 一生的烦恼 离开人间吗 很多人这辈子 还在做很多肮脏的事情 这些就是 让他死的时候 不能瞑目 而且会痛苦致死的原因之一 因为 等到人要走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事情 都回忆起来 而且 他会非常的善良 因为他明白要走了 这个时候 他痛苦 他真恨自己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垃圾的事情 你们现在每一个人 都已经是垃圾桶了 你们心中 装着多少垃圾 你们知道吗 必须要清除 要干净行为 就是行为一定要干净 要自信 清静不动 坚决不动 要内心自在 你们现在 心中想什么 你们就能做什么 这叫内心自在 你们现在 心中想什么 你们做不了什么 就是内心 就是内心不自在 比方说 你想到这个人 哎呀 真讨厌 还要给我打电话 你心中 就开始不自在了 想想过节了 好不容易 开心一点 可以放松几天了 但是一想到 哎呀 这个孩子的脾气 怎么这么坏 本来要带他出去玩玩 但这个脾气 根本没有办法 和一家人在一起的 好了 烦恼又来了 一会儿媳妇 一会儿儿子 你什么时候 能解决这些烦恼呢 你什么时候 心里能干净呢 所以内心要自在 心如流水 常自在 心要无仗无碍 才能称德 清静无碍 你们的心 要没有仗 没有爱 我们要学习菩萨 不是说你们不要有心念 而是要有心念 就是心中有很多的念头 如果菩萨心里 不是念着众生 怎么会下来救人 菩萨心中 如果没有念着 劳苦大众 救度众生 菩萨怎么会成为菩萨 心念一定有 但是这是无边无际的心念 因为这是无仗无碍的心念 也就是说 菩萨的心念出来 是没有对任何人构成伤害的 菩萨只想到众生 要帮助众生 这是菩萨的心念 如果我今天 想救你出苦海 我没有想要得到任何回报 我没有任何 想让你帮我的意念 你这个人才能进步 才是菩萨的心念 为什么叫无边无际 因为广大无边就是慈悲 慈悲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就是广大 有障碍的念头 就会让你的心变得非常的狭小 今天我帮他做一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不会 也帮我做一件事情 当你这件事情做出去之后 你心里会很难过 过去很多人就是这样 自己家里孩子多 人家请他去喝喜酒他不怕 别人家里是独生子 我送一个红包 我家里有四个孩子 我以后可以请你来四次 你要送我四个红包 这种就叫心念狭小 你们自己好好想想 过去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 这不是说师父严格 你们心中是不是有垃圾 垃圾这么多 还不清扫啊 比如每星期六晚上来的人 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修得不好 我今天带一盘菜来 我能吃多少菜 这就叫心念狭小 你们青年团的人想到帮助人家了吗 你们想到自己花钱 给人家买点东西吃吃吗 整天吃人家的开心啊 实际上你脑子里想着吃人家的东西 占人家的便宜 你心中就有漏 你的功德就有漏了 功德要无漏啊 要拥有一个公正无私的心 无障无碍的心 要发菩提心的心 无私就是要帮助人家 公正就是不偏不倚 无障无碍就是没有障碍 想什么就做什么 不必再想 我这样做太自私 我要那样做 发菩提心就是 整天要跟菩萨的心连在一起 这是师父给你们说的三心 慈悲众生的心 这是四心 真正的心 就是起心动念全部是菩萨的心 什么叫起心动念全部是菩萨的心 就是想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菩萨的想法 懂任何一个念头都是菩萨的念头 那才叫起心动念都是菩萨 修行人要了解自己在人间 到底要怎么样做人 要想知道修行人在人间怎么样做人 必须要遵照娑婆世界的伦常规矩 也就是说 我们学佛人今天有境界 我们到人间了 就必须遵照人间的伦理道德来做人 比如 你今天是个人 就必须要有礼貌 你们今天是个人 就必须把自己所处的位置打扫干净 你们今天是个人 就必须照顾人家 照顾孩子 照顾家庭 照顾朋友 你们今天是个人 就不能害人家 不能嫉妒人家 不能骂人家 不能称恨 这都是伦常伦理 你们做到了吗 因为我们要累积福德 最后才能上天 因为福德累积的越多 越可以转为功德 福德越大的人 实际上 只要一修心 他就会转为功德 他才能上天 忙了半天 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不就是修成一个正果吗 而这个正果就是 能让你上极乐世界 上四圣道 脱离六道 上最高境界的 我们一定要消除世间的六欲缠绕 才能得到圆满的果位 因为欲望层层缠绕 会绕住你 让你不停地 堕落到人间的 沧桑之中 因为人间的累 人间的苦 人间的烦恼 实际上 都是由你的 七情六欲造成的 所以 你只有控制住 你自己的六欲缠绕 你才能得到圆满的果位 要六欲消除 消除六欲之后 你的心灵 才能得到痊愈 所以要彻底地治愈 你心灵的欲望 你才能 彻底地抛弃你的烦恼 彻底地 脱离六道轮回 所以 自律的越彻底 你的成就就越高 也就是修行的果位就越高 不犯业 不造业 用成字去修 我们修心的人 必须用一个 诚心诚意的成字来修 实际上 师父告诉大家 不单单是 诚心诚意的成 我们做人 做事情 在人间活一天 我们就要真诚地 对待他人 所以 孔老夫子 一直教导人们 要宁愿人负我 不要我负人 你可以对我不好 你可以欺骗我 骂我 打我 但我不对你欺骗 我不做任何 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就叫 宁愿人负我 不愿我负人 师父给大家讲 要显示出自身光明的天性 什么叫显示出自身光明的天性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光明的本性在心中 比方说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这就是光明的本性 我们对人家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种光明的本性 显示出来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身上 有很好的玉石 很好的翡翠 白玉 玛瑙 你都藏在自己的身上 当你给人家看的时候 你是把自己 最美好的东西 拿出来 给人家看 人家说 哇 你有这种东西 你真的很好 也就是说 我们人跟人之间接触的时候 我们要拿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去给人家看 而这一面 就是你的良心 这一面就是 我从来不害人 我从来不骂人 我从来不打人 我从来不偷东西 我不抢东西 我不说谎 我不乱喝酒 这些就是 人的善良的一面 现在就是 要让你们能够 接受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当你到人家家里 参加party聚会的时候 或参加圣诞节party 聚会的时候 你不能把自己 肮脏的一面 给人家看 比如 刚下班 浑身都是臭汗 穿得破破烂烂 脸上乱七八糟的 要洗得干干净净 穿得整整齐齐 拿最好的一面 给人家 而最好的一面 就是 你的本性 你的良心 所以师父给大家讲 因为你给人家 看出 你的光明本性 你就能看到 真实的 本来面目 因为你给人家 看到 你干净的一面 实际上 你就是得到了 干净的一面 举个简单例子 你准备到人家家里 参加party聚会 你打扮得干干净净 穿得漂漂亮亮 你实际上 是为他去的 但是 你从镜子里 看到了自己 哎呀 原来我这么干净啊 我也很漂亮 我今天穿这套衣服 很好看 你不是同时 得到了 你的本来面目吗 因为你帮助人家的时候 你就是菩萨 所以你就感受到 我就是菩萨 你不做菩萨 不去帮助人家 你怎么能感觉到 自己是菩萨呢 你今天在骂人的时候 你想到 你会是菩萨吗 你今天在骂人的时候 你就是个流氓 无赖 无痴小人 小丑 就这么简单 所以师父给大家讲 要明心见性 这句话 我给大家每次开始都讲 要明白自己的心 明白自己做些什么 就是开悟 明心见性 就是开悟 看到自己良心做的事情 明明白白 清清白白 这个就叫明心见性 广结善缘 因为你广结善缘 你就能消除孽障 很多人在东方台 不愿意接电话 怕惹一点点孽障 到自己身上来 实际上 你得到的 和你付出的 是不能成正比的 举个简单例子 师父今天 救度了这么多的众生 我会悲孽吗 我会悲一点 你说师父得到的多 还是失去的多啊 难道师父为了自己 怕在救人的时候 有些人的孽障 会到我身上来 我就不去救他们了 那我能得到什么 虽然 我没失去百分之十 但是 我失去了百分之九十 今天 我救人了 我得到百分之九十 失去了百分之十 你们想想看 哪个划得来啊 所以很多人 不肯接电话 不肯帮助人家 不肯去度人 是怕别人的孽障 到自己身上 怕自己惹上灵性 那同样 你失去了功德 有的人经常说 哎呀 这个灵性 那个灵性 你要记住啊 你在和魔斗争的时候 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 要知道 有龙天护法 有菩萨保佑的 那个时候 你得到了多少啊 虽然 这个坏人 可以打你一拳 但你是正义的 你最后 把他打倒的时候 你知道 得到了什么 用现在话讲 你得到了领导表扬 得到了奖金 得到了大会上 给你带大红花 如果你不去救人 你怕这个坏人 你怕你上去抓他的时候 被坏人打 那你就失去了这个 救人的机会 你也永远得不到 提升做干部 或者 用现代话讲 就是做领导 如果这样的话 你失去了多少呢 什么提干 加工资 分房子等 什么东西都没了 还有比师父讲的 更白话的吗 你们还不明白呀 要做啊 哪怕身上 沾染一点 灵障 那也得做 因为当你 沾染灵障的时候 你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会保护那些 去救度众生的人 因为你的行为 已经是菩萨了 所以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度你 如果你是个 自私自利的人 从来不知道救人家 你就算求菩萨 菩萨也不会来救你 因为你身上 没有功德 用现代话讲 你不能 因噎费食啊 难道你怕被犯噎 连饭都不吃了 学佛人 怎么可以不救度众生 怎么学大乘佛法 哪有医生帮人看病 不染上病的 救人 哪有不复出的 师父继续给大家讲 修行修心 是长期的 兼具的 非常非常 让人欣慰的事情 因为当你修到 一定境界的时候 你会得到 菩萨的加持 唐僧 九九八十一难 到西天取经 如果他半途而废的话 你说 他能成佛吗 你们想想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不帮助唐僧 直接去西天取经 为什么要他接受 这么多的难啊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不让唐僧 什么难都不要有呢 因为这是必然的 这一定是要受的 只有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什么叫人上人 人上面是什么 就是天 就是天人啊 就是你的境界 已经不在人间了 按照佛菩萨的境界来讲 他就是菩萨 在天上就是仙人 天外之天 就是菩萨 大家要记住 学佛修心 是长期艰巨的 要克制私心 要克制自己的毛病 要懂得忍辱精进 要懂得检讨 要懂得忏悔 要懂得慈悲 这样的人 才能成为一个 人间的 人上人 实际上 就是超越了 人的境界的 一个圣人 我叫你 耶稣 能得令你 你 我 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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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吧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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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